《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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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 外族的文化也影響了漢字 比如說我們說完《避布》 有一個字叫做《流》 叫《避流》也 《西湖中》 《避流》就是我們後來講的流離 《胡》就是外族了 古代留下來跟《胡》有關的詞 很多都是從外族來的 像《胡琴》、《胡椒》這些都是 還有一些詞、一些事物 也是從外國或者外族來的 像《茉莉花》就外國傳來的 傳到中國寫說這些個字型 後來才加了《草字盤》 中國人的認知 就覺得這個都是知物類的 一般都加一個《草字盤》 那麼還有一些外國的宗教 影響了漢字 產生了新的漢字 比如這個佛 佛是返文來的 佛陀 後來在佛教傳到中國以後 創造出來的一個字 或者說把它應用於佛 佛陀這個意義上 魔鬼的魔是按照一本佛教的書 說是一切精英義說一人一作 是當時翻譯佛經的 我們佛經從漢文來的 那麼創造了一個字 叫做魔鬼的魔 原來沒有這個字 後來現在也是一種漢字的產原字了 還有現在我們使用了很多的元素符號 這些化學符號的名稱用字都是從外語來的 但是中國人在使用當中 都為這些來自外國的元素符號 創造了漢字 比如說金屬元素、非金屬元素和氣體元素 而且在創造這些元素名稱漢字的時候 都體現了一種規律性 比如說氣體元素都用氣字盤 然後加一個讀音就是形符 升符就是另外一個部件 氦氣、乃氣這些多性氣體 那麼如果是金屬元素就用金字盤 像是鎂、鐵、鈉這些都用金字盤 而且非金屬元素都用石字盤 像是鎂這些都是非金屬元素 所以這些就是外國的文化影響到漢字的創造 使用 還有一個字叫符 就是水符的符 就是用重力來壓水 這個創造出來的這麼一個字 就是水上面有個石頭來壓水 也是個灰椅子 這都是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 外國事物的影響造出來的一個漢字 尤其是這小子 開增一個瘦上滂的聲音 這個壁曲